各位观众 这里是法国首都巴黎荣军院广场 当地时间5月6号下午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欢迎仪式 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 再次对法国进行博士访问 中法关系长期走在中西方关系的前列 近年来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保持着良好发展势头 中方期待从法方一到以这次访问为契机 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为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新动力 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进步做出新贡献 5月的巴黎 峰河景明 塞纳河畔 荣军院金色穹顶熠熠生辉 五星红旗和蓝白红三色旗迎风飘扬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 马克龙和夫人布利吉特在下车处热情迎接 在雄壮的进行曲中 两国元首步入广场 捐乐团奏中法两国国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国元首捐乐法兰西共和国卫队和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捐乐法兰西共和国卫队和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国元首观看分裂市 两国元首观看分裂市 最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同法方主要官员一一握手致意 马克龙夫妇同中方陪同中方陪同人员分别握手致意 欢迎订阅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共和国卫队148名骑兵组成的礼兵马队和摩托车队护卫下乘车前往爱丽社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泰奇、王毅等参加欢迎仪式 泰奇、王毅等参加欢迎仪式